巨型紫色闪电照亮漆黑夜空 超强台风摩羯将直扑大陆广东和海南 四号晚间海南大学上空就出现电闪雷鸣 滚滚惊雷学生们发出尖叫 广东深圳三号晚间也出现雷雨大风 大型冰柜被吹着跑 铁门像纸片一样在风中摇摆不停 摩羯台风可能成为10年来侵袭中国大陆的最强台风 大陆气象单位预测 5到7号南海海面可能会有15到17级强风 首当其冲的海南岛如临大敌 所有旅游景区立即关停 海岸援警总队也提早部署 将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 通过人巡车巡视频巡向结合的方式 全力排查安全隐患 香港也严正以待 5号约有38班航班取消 傍晚将改发8号风球 学校6号停课 摩羯台风重闯菲律宾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摩羯台风预计7号下午登陆越南河内 当地政府也已召开线上会议 做好方台准备 TVBS新闻 高明镇 蔡依杰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